大家好,我是税后收入研究员 上一期视频咱们讲了Honeygate这个挂机平台 然后今天呢,讲一下Peer2Profit 这个是个欧洲的网站 还有Pulse这个挂机平台 它呢,是俄罗斯的挂机平台 两个平台的网址放在视频的描述栏 咱们先一个一个讲 然后最后呢,我会把这两个平台做一下总结和对比 首先呢,看一下Pray2Profit这个平台 它呢,是支持中文的 然后支持谷歌邮箱注册 我已经注册过了 咱们的,因为咱们在发展中国家啊 所以咱们的收益呢,肯定是相对较紧一点 发达国家的挂机会高一点 然后平均每个月的付款是6.37美元 这个比国内的要高一点 国内每天挂机平台可能 就是1块钱一天左右 然后想扩大收益的话 就是向朋友、熟人、同事宣传 然后如果你有博客的话 在那里宣传 然后咱们去它的操作台看一下 这里是支持推荐的啊 推荐的话你可以获得他们收入的50% 这个已经相当高了啊 体现的话最低是2美元 然后有多种平台 下载的话它支持全平台啊 好像还支持虚拟机啊 还可以支持虚拟机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Pons这个平台 向下滑动页面 大概每个月的话 每个月的话都要给收入是9.6美元 影响咱们的收入的话 就是咱们的位置和网络 向下滑动页面 提高收入的话就是 多个唯一的住宅IP上 安装和使用该程序 推荐 这里还可以完成调查 最低的支付金额是5美元 付款方式的话有PayPal BTC和虚拟礼品卡 去控制台看一下 注册的话它就送了1美元 然后也是支持全平台注册的 全平台下载 邀请的话可以赚举金 他们你好友的10% 打开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这里看一下 打开邀请朋友 这里你可以通通过这个链接去推荐 也是支持谷歌邮箱注册的啊 两个挂机平台呢 因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表格 对比了一下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截图看一下 最后想聊一下我对这个项目的看法 说真的我对这个项目 不感兴趣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经历是很有限的 上有老下有小 人生已经开始做减法了 就只能把有限的经历 放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 2022年我做了小说推文 漫画推广 虽然也挣了点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做的人越来越多 竞争激烈 项目慢慢变得没有那么大热度 开始衰退了 你想一下 现在连淘宝都在衰退 所以说任何一个网络转型项目都不是很长久的 那么普通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在做自媒体 如果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做 我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这期视频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 大家通过自媒体去放大你自己的能力 发掘多元化的商业渠道和机会 这才是可靠的和可持续的一条路 因为时代在进步 咱们必须保持一个空杯心态 不断学习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 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的决定因素 是在你自己 你才是这个赚钱的核心 如果你对赚钱感兴趣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呢 主要分享一些普通人一上手的互联网赚钱项目 订阅我 教你在网上耗资本主义羊毛 并实现税后收入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见